但我覺得好不容易熬過去 兩個月就是結婚 然後生了小孩 我告訴你 怎麼樣 生活的考驗 這真要開始而已 你以為前面的浪漫都是浪漫 錯 後面才是真的考驗 住在一起的生活對不對 要一起組織一個家庭了 重感冒之下 還可以讓對方懷孕 還可以讓貝克 生完小孩之後 對不對 柴米油鹽醬醋茶 都浮上檯面了 沒錯 很多的問題都出來了 所以要問一下 你們有沒有覺得婚後多久 這段婚姻遇到了平均 從遇到子宮頸後 就會遇到了平均 有沒有覺得走不下去 為什麼呢 其實我跟我老公相處的時候 其實還算是 因為語言的關係 有時候真的吵不太起來 因為說真的 我們要講那種很 就是很細的那種英文 要罵人家的英文 其實我實在還是不會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都是 彼此就是冷戰 冷靜 然後過幾天就好了 可是前一陣子是因為我們 從兩年前就開始自己經營健身房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是 我跟他一起 可是因為其實我從小到大都是在唱歌 對我來講 這個工作其實我從來沒有遇過 有很多的 因為他是外國人 所以有很多的行政的東西 例如說像去銀行 要去寫什麼支票 要去匯款 就是會計的一些事情 或是跟廠商談事情 都是需要我來幫他 因為他的語言 是沒有辦法去做這些事情的 所以我就開始要學 可是一下子要突然間叫我 去學這些東西 其實是 很 對我來講是太快了 對 就是我一下子要吸收這些東西 然後他其實就會開始覺得說 我怎麼都不會做 那例如說我可能 除了做這些事情 我要帶小孩 我還有自己的工作 自己唱歌 那時候我還有剛發一張單曲 所以有一次就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結果他 因為他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合夥人 從外國來台灣 他叫我去接他 結果我忘記了 他打電話給我說 Where are you 然後我說 我在跟妹妹在哪裡喝茶什麼的 他說我叫你去接我一個 那個合夥人 他等了很久 他一直都就是找不到我們 然後他後來找到我們公司的經理 他說沒有人去接他 你怎麼這麼把他忘記了這樣 我說啊怎麼辦 結果我就害他 就是差一點就是漏掉 就是失序那個case 那你怎麼安撫他啊 我跟你講他就是三天 就是氣到不跟我講話 像這些就是很多雜事喔 就因為這樣他就有一定他說 如果你真的要離婚的話 你要說 他就這麼講 因為他那個行政工作真的很麻煩 對 你等於一身兼多職 對 因為那時候他就看到我 每天就很痛苦 他也覺得我很痛苦 他就說你是不是想要離婚 然後我就說其實我這個人是 如果說出這兩個字來的話 就是真的要離婚 我說你不要把離婚說在嘴巴 是 對 因為其實兩個人真的 因為經歷一些事情 我覺得如果過了這件事情之後 所以我兩個感情會更好 撐過去就是你 對 對